好 我们想问问大家 你打疫苗了吗 这个问题已经问到烂了 但是你打的又是哪一剂疫苗 哪一种疫苗呢 如果你跟我一样 都是打莫德纳的话 好 有些人是因为他的年纪到了 有些人是因为他的职业别 其实打莫德纳的第一剂的人 其实也不少 但是现在我们都在等第二剂 而且第二剂现在变得非常迷足珍贵 因为我们都找不到第二剂在哪里 我们都在互相好像在抢资源一样 好 大家会问说 为什么我这样的年纪可以打莫德纳 因为我们是身为第一线的记者 所以我们是第七类的人员 而现在同样跟我们也属于 第七类的这些高铁员工 却出现了好像谎报的状况 往前插队的情形 这42名的高铁员工呢 他们是从台中啊 在9月22号的时候 跑到了南下到高雄去打 他们还闯关当了疫苗小偷 怎么一回事呢 他们其实有先透过了医院的预约平台 去挂号成功 就过卡时发现 他其实不是一到三类人员啊 他们就去用吵的方式 吵吵吵 结果呢高雄的联合医院原本是拒绝施打的 好 因为这样的大吵大闹 阻挡了其余的一百多人打疫苗 医院最后就妥协了说 好 你们要这样吵那好吧 你们就去打吧 结果事后员工竟然还因为这样子打到了 好 应该就点点低调一点 因为你已经第一个你是闯关 再来人家挡你你还用吵的 吵完之后想不到 还拍照颇吻来炫耀 行径相当的嚣张 也有人质疑到底是哪一个环节发生了严重的疏漏 这一看才发现全台的医院有好多都发生过类似的情形 北部有四间 中部有两间 南部有一间 都有遇到有人用插队的方式 或是他谎报说明明我是第七类 但我说因为我的工作很有密切的接触高风险 我变成了第三类 而医院不堪吵闹 最后还是答应让他们施打 42名高铁员工来到联合医院之后 健保卡一过卡发现不是一到三类的施打对象 马上大吵闹到排队的一百多个人 没办法施打疫苗 高铁员工通过联合医院平台 预约莫德纳第二剂选择一到三类居然预约成功 南下高雄过健保卡才发现他们不是一到三类 医院拒绝42个人居然在医院大吵 逼院方帮他们打疫苗 你没有照规矩来啊 把别人的权力抢走啦 你看一个高铁支援也是很高尚的人格 为什么会做这一种事情 双铁人员明明是第七类用片的打疫苗 简直不可思议 选中9月22号全台只有高雄开打 还阻挡上百人打疫苗行径恶劣 卫生局调查 这42个人不知道过一间医院 从高铁台中站南下到南子区建人医院 因为职业别被回绝 又到盛工医院也没闯关成功 转到小港医院强调自己是一到三类人员 院方向卫生局确认才打苗失败 是他有意图 有点蒙骗我们的医疗人员 那当然找出来之后 其实也是相对变成民众 有点类似对我们医疗人员咆哮 高雄市卫生局发现事态严重发出通知 强调双铁人员非一到三类施打对象 高铁说如果冒用身份打疫苗予以严惩 在预约系统里面并没有把这样的一个区隔弄出来 那所以就一些人就预约到了 几滴闯关打莫德纳第二季还po网炫耀 当疫苗小偷闯关已成事实也凸显基本把关 根本没有做好 记者蔡宗讯林智慧高雄报道 好我们先感谢我们的网友李一贤的斗内 然后呢我们刚刚有看到 其实大家有问一个问题 这个Joy Liao他说 如果疫苗够的话人民需要抢打吗 其实有很多人都跟这个黑衣人一样的心声 为什么不让我打 而为什么我还没有打到呢 我们就来看到 其实莫德纳疫苗目前他只开放一到三类 以及75岁以上长者施打 换句话说身为我的第七类 还有我的爸爸 其实他们都还不能打 那为什么你可以从第七类自己用谎报 再用吵闹的方式跑到了第三类来施打呢 好如果是第三类的话 他就属于高风险的人员 那也因此呢 现在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说 他会调查必要时做出惩处 可是这些话呢 大家也听了很习惯 就跟我会负责 就负责到现在也还没看到 实质上有任何责任归属 有被归纳出来 立委蔡壁如点出这个情况 就是疫苗不够嘛 才会造成民众打疫苗 反而变成是千夫所指 变成说就是你不对 好当然插队不对 但是更大的问题就在于 为什么我们到现在 从今年本土疫情四五月开始爆发 你要讲的是四月诺富特 你要讲的是五月本土疫情都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十月了 这段期间 我们到现在都还像是抢梁一样在抢疫苗吗 执政党是不是应该要赶快出面负责 高铁人员其实恶意的去破坏游戏规则 那联漪的第一线人员虽然在第一时间发现 发现以后当场有拒绝施打 可是听说吵了三个小时 炉了三个小时以后 你还是让他施打了疫苗 妥协了 然后这个相关人等还去 那个何康的到夕 跟大家人说卑步 如果我想要试问一下联谊 是不是未来只要大家都没有打到疫苗 就用相同的方法 让我去给你揮 去给你揣 我们就有疫苗好处了 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不是会吵的孩子就有糖吃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可能全体的市民们可以这么去做了 高铁员工茂名第三类人员 到高雄注射第二剂莫德纳的疫苗 有谁是错的呢 打疫苗是国人的权益 每个人都有打疫苗的权益 那疫情之下每个人都想保命 我不仁克着 不管是好心肝也好 或者是高铁员工茂名施打第二剂也好 都是因为疫苗不足造成的结果 为什么要让人民冒着违法的风险 想尽各种办法 不管是透过任何的关系 造假或者是特权 其实都来自于对疫苗不足的恐惧 行政院长指挥中心的指挥官 一心只想营造台湾防疫世界都跟不上的大年轩形象 忽略了最基本的疫苗政策 因为执政党的失职务能 要来惩罚无辜的民众 根本离谱 别的国家是用尽办法提供各种奖励 希望他们国家的人民可以踊跃的接种疫苗 反观我国呢不但层层的设限各种分类 分阶级花族群 想要打到疫苗就要变成千伏手指 甚至让人民为了打疫苗 沦为偷盗之民 我觉得行政院 我觉得执政党要出来面对 是疫苗的问题 这网红的四叉猫验抗体引起了很多的争议 也引发诊所到底验抗体要不要被裁罚呢 今天他在脸书上面坦承了自己确实就是故意选在自己 理论上抗体最低点还有最高点时抽血 然后故意不强调增加数字而说提高25倍 借此成为了新闻标题 他还强调说 讲25倍才有这戏剧感比较drama一点 承认玩弄了一下抗体的数据 他还酸安鸣嘴在讨论抗体数值不会念 也不知道是啥单位就随便讲 但是呢再怎么样也不要讲成百分比啊 原本的35%变成了907% 讲出来都不觉得奇怪吗 他更喊话要政党人物除了要做功课之外 有义务对支持者们进行一些基本的医学相关教育 狂酸了一番 对于他这样的行径 大家怎么想呢 其实也可受公平 而另外呢 刘宇他今天这个破文啊 讲完之后也让医师苏伟说他表示 刘宇彦的IGG数据不是他独创的 跟台湾食药署高端疫苗玩弄数据是如出一策的 但不管测何种数据 都无法验证在真实世界对于防疫有何效力 而玩弄这样的数据其实毫无意义可言 我们来听听看苏伟说他医师他的分析 其实讲白了刘宇也就是四叉猫玩弄数据的方式 没有什么特别 也不是他自己个人的一个独创 这其实跟我们台湾的食药署 还有高端疫苗玩弄数据的方式 其实是如出一策 那只不过食药署跟高端玩的是一个叫做综合抗体的数据 那四叉猫是把它用一个一般性的一个IGG的抗体 在做另外一个方式的误导 那不管他是测哪一种抗体 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 他并没有办法去验证高端疫苗 在真实世界他到底对于染疫重症包括死亡保护力到底是多少 一样都没有办法 那当然把这样子的注意力转移到抗体上面 是希望得到一个误解或者是所谓的误导 大家的印象就以为说好像抗体越高就会越好 那抗体低好像就会不好 那抗体低当然是一个问题 但是不管是抗体高也好抗体低也好 就像陈北泽院士讲的 因为这个就没有做三期的临床 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可言 那这种所谓以免疫桥接取代三期临床的方式 事实上也真的没有办法进入国际 没有办法得到很多国家的一个承认跟接受 所以他不管到中南美洲到欧盟都必须要重新做三期的临床 所以是茶茅这样的一个手法 其实并不高明 但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民众要能够知道 抗体的高低本身并没有办法直接代替保护力 还是呼吁私钥署 呼吁高端疫苗公司 还是回到政府上 好好的做三期的临床 把保护力的数据告诉大家 这才是发展国产疫苗的正确的道路 HOO D HOO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